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 30多年前 英国汤恩比波斯 也是大声激呼 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学书跟大乘佛法 我看到他这些书 我就提出问题 孔孟学书能解决吗 大家听到孔孟学书 一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 能解决吗 提到大乘佛法 一定是华言法华薄弱涅槃 能解决吗 现在很多高级的大学 哪这么开阔 我去年在巴黎活动完了之后 我就到伦敦去访问 我访问过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伦敦大学 特别去参观他们的汉学系 我在里面给他们上过课 他们的学生研究生 拿无量寿经做论文题目 就拿波斯学位 用孟子做题目 用王为做题目 我告诉他们 我说你们可以拿到这一题目 做出论文拿到你们的学位 学位是拿到了 可是你们的一生 肯定是生活在烦恼和痛苦的人间 他们都笑起来了 连他们教授都笑了 这就说明什么 解决不了问题啊 无量寿经是大乘佛法了 孟子是恐懵修修 解决不了 你还是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事情 我的问题解决了 看我很快乐 那我怎么解决呢 我还是 孔蒙跟大乘佛法 那为什么我能解决 你不能解决呢 你们是搞佛修 如学 道学 搞得很有成就 我不是的 我把你们颠倒过来 我是学佛 学如 学道 就这就不一样 这个给他一个很大的气势 学如 我要学跟孔子一样 学跟孟子一样 我不是搞如学 我是搞学如 学佛呢 我要跟佛一样 跟菩萨一样 你们是学佛 你们是搞佛修 我是学佛 你们搞学如 我是搞如学 他搞如学 我搞学如 就这两个字颠倒一下 就不一样 效果就不相同 就他们懂得了 懂得赶快回头 回头是安 大家真的从一个方向 自己学佛 学如学道 也劝导一切人 都来学如 学道 学佛 这个世界就有救了 化解 通途 促进社会 永久安定和平 不是做不到 真能做得到 可是谁有信心 专家学者 我遇到的很多 我参加过十次 这国际和平会议 我能说到他们点头很佩服 但是最后他有疑问 法师这是理想 古人能做得到 现在人做不到 所以我才在我的故乡 当个汤匙 一个小镇做个试验 试验什么 就试验一个弟子轨 就那么单纯的东西 这个小镇的居民 一共有十二个村庄 四万八千人 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 男女老少 过行过业 一起学 统统都学弟子轨 三个月就回头 效果执着 让我很感感 人民怎么是这么好教的 我原先的古迹的时候 我想应该是三年 才能看到效果 没想到三个月 出乎意料之外 三个月 人的良心就发现了 所以证明什么 证明古人讲的 人之初心本身 佛所讲的 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一点都不错 那么由此刻 这说没人教他 只要有人教 没有不回头的